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岁的李宇春已经看上去像一个假小子 但是没有改变的是他对音乐的爱好 在四川音乐学院念书的李宇春 月终于参加各种音乐舞台 超级女生红遍全国 李宇春是其中最大的赢家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 一跃成为全中国最火的明星 这样一个巨大的跨越 会给李宇春本人和他的家庭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好 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一起去李宇春家中 看一看 哎呀 我太大都错了 您好 您好 大部队是吗 哦 大部队是吗 大部队是吗 怎么家都没搬就这么乱 怎么要搬家 我把人去了 你去哪去搬家 怎么你搬家去 还要去 怎么家都能 要怎么搬家呀 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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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新建 这些都是新建 在李宇春家 四处的堆放着游记品 这些都是新建 在李宇春家 四处的堆放着油寄品 他们是全国各地的玉米寄来的礼物 这些都是这个嘛 你看这个也是嘛 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个这个的嘛 你看嘛 你看这些好不容易哦 好难哦 你看到这个 这么多的男生呢 你看这些 这些清晰这些 你看这些 哇那么大一帮一个呢 好不容易嘛 你看这个 你看嘛 玉米们有没有看到啊 你们的送的礼物都有被很好的收拾 但是这些都是慢慢在吹息就反正兼熄 如果说游戏还没有吹出来的呢 嗯 在这儿这个都是才寄的 今天早上才寄到的 五大高 清多以后 大高了吧 你们该回去了 嗯 他们把游戏回了的 游戏回来了 嗯 反正就是说 反正春春回来嘛 清晰 你回不过来太多了 自己就 危机好多危机哦 吃吧吃吧 吃吧吃吧 你看北京还有好多危机 真的真的啊 北京他这个住的这个房子 里面还有好多危机 现在危机有多少少了 大概有这个数 哎呀 我说特别人来人都有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除了邮寄礼物 还有不少玉米登门拜访 这他们拜的说 人当时心情就多激动 靠门多激动 不不不不不不 有四四五个啊 这些 我再次我就帮问 你把他看了 我就看了是玉米的 这一次我就给他们签 签后 后来他们就开始多多好意思的 就给了有点酒了 他们就来拿回拿去 照片都是玉米送的 啊 人当一被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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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不懂 看这个家子已经放不下了 準備在家里面 要加一个家子 要什么用 这个都是你 饭一个 啊 你 家里有了一个成名的女儿 但李玉春的父亲说 家里的一切 并没有什么变化 有变化 有变化 早上上班 早上上班 都是我跟他家了,都是比较嫌的。 网上有说,黎晨拿了很多钱回家呀,是哪个饼? 没有啊,没有。 拿了几百万了嘛。 哎哟,我才不晓得,他的钱都是他的公司,给他有一张卡,他也没得时间去清理,我们也没得时间去清理,因为他在长沙。 不过,尽管他们刻意保持低调,麻烦还是找上了门。 前一段时间,本地一家杂志引用网上的传言,说李雨春的父亲卷入了一起案子,被关进了监狱。 李雨春的父亲一度考虑起诉对方,后来那位作者写了一封道歉信,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李雨春的明星之路一帆风顺,但他长期在外地奔波,做爸爸妈妈的并不开心。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李雨春回家拜年。 玉米门将给予怎样的领域? 我从来晚上吃梦的梦中,我去的一帅。 新年快乐,然后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一帆风顺,每天开心。 1月19日,李雨春回到成都,出席以自己形象为主题的个性化邮票发行仪式。 这是内地艺人的头像,第一次登上中国邮票的票面。 跟这一次不一样的就是呢,中国九种公司呢,就把这个选题呢,就拿入到全国范围来去公开发行。 那这样的话呢,从个性化邮票来讲呢,是第一次。 这次活动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李雨春和几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玉米一起团年。 当然,玉米吃上这顿饭有一个前提,每人购买三百元一张的门票。 这一次的话,花费大概就好。 花费啊,来回的飞机下,飞机下,还有明天我们要去。 她说的说, 要很费的现场啊! 好,这个重要吗?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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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辣跡 天啊 好痛喔 很眼睛 很眼睛 他太眼睛了 好眼睛 是很眼睛 但我看不见不见 你不知道嗎? 不啊不! 不啊不! 今天那天就完了 就特別 真的很漂亮亮 而且我覺得很很很很平衡 我就覺得很很好 因為有點太高興啊 嗯 从比赛到现在的一季国公布的议题 其实这是第一步为我家乡球鱼 参加游乐和美食 是很希望能够回家乡游乐 一起游乐地去游乐地去游乐地去游乐 感谢球鱼的元气的游乐地去游乐地去 按照主办方的安排 活动结束以后媒体将集体采访李宇春20分钟 但是早已得知李宇春患感冒的玉米提出了集体抗议 采访就此取消 高兴的玉米同声唱起了李宇春刚发行的单曲《冬天快乐》 不过媒体对李宇春的兴趣 比玉米还要执着 当天晚上记者们云集在酒店 最后都达到 轮到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 时间已经很晚了 为此我们的采访尽量做到了简短 你能不能简单的描述一下 后来你成立以后 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你的生活状态就是每天飞来飞去 然后不停的有通告 做然后有一些宣传的东西 有一些现在有录音 然后还有一些最近有拿奖 然后要去韩国 然后拍 不 学舞蹈 大概就是这样 累吗 会很累 感谢大家对我一季以来的支持和厚爱 在06年我会继续努力 在新春来临之际 祝大家都新年快乐 然后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一帆风水 每天开心 第二天上午 林雨春再次在公共场合露面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 她出任某商城的代言人 并任养了一只大熊猫 我从来晚上去梦着梦着梦着 去给你晓 我都哭了 你不小姐我没见到 你今天见到的好高兴哦 好 好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这一天玉米的规模更庞大 超过两千多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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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被李宇春以十万元任养的熊猫被取名为春春 两个春春的零距离街路 现场气氛还会变得一转的火爆 但这只从获隆颠簸了150公里寒暖的熊猫却似并逗猫的冲创 导致了梦春 整个活动就此 第二天